HELLO 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又和大家煮飯仔 今天想分享一道在我們粵賽中 家餘戶曉的,每個人家庭、家庭、家中 個個都會做的,一個很經典的懷舊菜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給大家一點貼士吧 以前我們小時候,媽媽經常會煮給我們吃 一個菜 她沒有骨,又容易吃 在評論區告訴我,大家猜到的話 歡迎大家like,share,comment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的話,按旁邊的linklink 到時我有什麼新片,你會第一時間看到 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 今天這塊豬肉很美 你知道這塊在哪裡嗎? 我們俗稱豬肉界的露絲萊絲 她的名稱在學名叫什麼? 叫鵪哥咀 這塊豬肉店是收收賣賣的 我昨晚找了豬肉店 跟她聊天 叫她今天無論如何都給我一塊 為什麼我要用這塊? 這塊有什麼用呢? 今天我就是想介紹的就是一塊剁肉餅 這塊剁肉餅是非常好吃的 買到回來,我們先洗一下 先用水洗一下 剁肉餅怎樣可以令到它吃起來有一點點煙韌 爽口 好,然後又不怕很軟 很死實 當中有什麼竅門呢? 今天我們分頂好給大家 我們買到回來,先洗一下 OK 然後停一下水 這麼大塊,我們就分開它 先開它 剁肉餅 剁肉餅 很多人都買回來 就直接拿去那些教育機那裡 攪拌它或者怎樣 其實這樣做是沒有口感的 不好吃的 我們買到回來,先改了一刀 然後把它 切片 先切片 大小沒所謂的 先切成一塊一塊 切好片 其實都很厚 為何我要切這麼厚呢? 而不是切薄片 厚片是吃起來 吃肉餅要有一點點厚感 我才覺得好吃 切完薄片之後 接著我們就把它打橫 打橫 之後要怎樣? 切粒 先切一切 先碎一碎 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我不是說 為何我會用鞍哥咀這個部位 因為鞍哥咀的部位 是在哪裏? 向豬的 它是連著豬頸肉 和鯉脂 那裏 那裏 大家也吃過 那裏有一點點爽口 很好吃 吃得上來 脆的 而鯉脂這邊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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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軟 夠滑 它兩個 一切成熟 在一起 之後 你做的肉餅 哪有可能不好吃 切好粒 之後 我們再 再 這個 鯉脂 肉就切好了 接下去 我們就開始剪刀了 那如果我現在這樣切好鯉脂呢 鯉脂就不是一件有技巧 就拿著把刀 這樣 很隨便剪刀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剛才要切呢 再切粒 即是切了片又再切粒呢 是因為 這樣呢 就幫它去一去那些筋 讓它沒有那麼硬 還有沒有那麼黏黏 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剪刀了 剪刀大概剪刀 剪刀 正常來說就剪刀 剪刀 剪刀 見這些還沒剪刀 那我們就繼續剪刀 剪刀 正常是剪刀 剪刀 正常呢 我們剪刀 不要剪刀 剪刀 剪刀的話就沒有口感 剪刀 剪刀到它有少少融融的 但是呢 仍然有少少肉粒的感覺 那就OK了 肉餅剪刀 剪刀 看到嗎 我不是剪刀到它全部都是爛 接下去呢 我們先放在裡面 待會再處理它 這塊 是大頭菜 很多人不會問 為什麼大頭菜 黑色的 是不是壞了 或者是 發霧 變了 不能用 錯了 千萬不要這樣想 這個大頭菜 是經過加工 它首先 是用事人 浸 曬 久蒸久煮 才可以做到一塊 這樣 它比平常我們就這樣買到的大頭菜 只剪刀 吃起來 是風味不同的 這塊是好吃很多的 有少許是香的 所以我今天選用了這一塊 我們 如何處理 很簡單 首先 洗乾淨 然後 也是這樣 先切片 先切片 切厚一點 不怕 然後 把它切條 條也是一樣 不用切薄的 不要切薄 薄就沒有口感了 切完 現在是一條條 一條條 然後 改成切粒 大概是這麼大粒 就可以了 不要切太細 太細不好吃 你要吃下去有少少口感 質感感 才為之好吃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放在一邊備用 好了 豬肉剁好 切了 接著我們開始進行調味 我們首先放糖 糖 放1.5茶匙 接著 雞粉 半個茶匙 放一點燒酒 少少少 好了 大約1湯匙左右 胡椒粉 適量 隨便 接著 蠔油 放1湯匙 OK 我這裡就是 14兩肉 大概是這樣的 配方的調味 鹽 一定要放鹽 哪怕我這些頭菜 是用豉油浸的 大鹹味也好 你一定要放鹽 它才能釣出肉的鮮味 不用多 少半個茶匙 OK 放少少生粉 大概是 半個茶匙左右 好 OK 我們現在就盡量拌味 現在拆下去 是很有手感的 它是實的的 我們怎樣處理呢 味道已經是 有少少拌了進去 但是又未拌得完 現在摸下去 肉是實的 即是摸下去 硬 那我們怎樣 放少許水 不要一次過加完 讓它慢慢吸收 你一次過加完 就沒有那麼好 好了 見沒有水 我們有時再加一點 務求令它慢慢吸收 所有水 很有感覺 一沒水的時候 摸下去 硬的 硬的 實的 我們現在 又要加少許水 不用急 慢慢來 它又是鬆了 這個過程 它是不斷吸水的過程中 令肉 吃起來 不會死死實實 又沒有 前前後 這次一次過放進去 夠了 有些人 就會喜歡這樣搭 其實我覺得不要搭 你一搭它就硬了 死實了 不好吃 我喜歡這樣拌 第一不用說 彈到四周圍也是 第二 這樣吃下去 我覺得它更有口感 更好吃 沒有水分 它也吸飽了 最後 放我們這些 頭彩粒 一起拌 現在拌得也差不多了 我們用保鮮紙包著它 放在冰箱 醃它10-15分鐘 肉醃了10分鐘 然後 我們拿一個盤出來 這裡有少許秘技 拿盤出來 然後怎樣 很多人都不懂 我們在盤上放少許油 然後 塗勻 拌勻 讓盤上有少許滋潤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它容易熟 第二 不怕黏住 好 好 OK 接著 我們把 避好的 肉 放進去 我們鋪平 鋪得有這麼平 鋪得這麼平 越薄越平越好 有少許的東西又來了 接著怎樣 我們在這裏 攪一些洞 攪 好 是 這樣是 為何我會這樣做呢 攪一些少許 為何我會這樣做呢 這樣的話 它會 蒸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對流 這樣呢 在下面 就會快熟一點 下鍋的時候 水一定要滾 一定要大滾 我們才放進去 接著 放進去 15分鐘 在5分鐘的時候 我們開一開蓋 讓它 放一放那些死氣 大致上就是這樣 肉餅蒸了14分鐘 我們現在就揭開它 看看是甚麼模型 熟了 我們就在上面 灑一點 芫荽 讓它更香 接著我們蓋上蓋 熟火 熟火 焗它兩分鐘 把它放出來 我們就在上面 捏少許 頭抽 OK 廣東名懷舊名菜 頭菜蒸肉餅 完成 希望大家吃個好飯 煮個好菜 還有 按讚 分享 訂閱 最好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甚麼影片 我們第一時間可以 即時送給你們看 謝謝